2012年,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平市的老妇王丽清,有一子二女共三个孩子。 彼时呢,王丽清的两个女儿已经全部嫁作人妻,生了孩子,婚后生活呢,幸福美满。 只有儿子黄恩元都快奔三了,还是光棍一个。 在经济不发达,思想落后守旧的农村乡下,女孩子出嫁呀,很容易,只要人模样啊,长得说得过去,一般呢,就不愁嫁。 但男孩子娶老婆呀,确实难于上青天了,不仅要房要车,还要天价的彩礼,这简直啊,让王丽清愁白了头发。 因为他家里的经济情况呀,很差,根本呢,满足不了让儿子娶妻生子的条件。 王丽清呢,年始已高,需要留出一笔钱来养老,不可能倾家荡产的为儿子操办婚礼。 所以啊,王丽清啊,就专门找到了当地比较有名的媒婆,简明恶药的说了一下家里的经济状况,提出啊,希望可以帮助儿子黄恩元找一个不太物质,愿意和儿子好好过日子的女人。 而经过媒婆的层层筛选呢,最终选定了在1985年出生的何女士。 王丽清和何女士初次相见后啊,感官并不好,对这个女人呢,很不满意。 但无奈儿子黄恩元着急呀,竟然对何女士啊,一见钟情了,当场宣布,啊,我非她不娶。 何女士呢,顿时被黄恩元的热情羞红了脸,然后啊,默默地低下了头,轻声答应了黄恩元的求爱。 因为儿子黄恩元呢,已经快三十岁了,马上啊,就是儿立之年,再娶不到老婆呢,是会遭人笑话的。 而且,何女士也主动提出,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彩礼,走个行事就可以。 因此,王丽清虽然心里有些不愿意,但最终啊,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 可直到黄恩元和何女士到明镇局领证结婚的时候,王丽清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被一个小姑娘给耍了。 原来啊,何女士呢,并不是1985年生人,而是1981年出生的,现在呢,已经三十多岁了,比自己的儿子大了五岁。 而且呢,何女士呢,也不姓何,而是姓黄,名字呀,叫黄文娟。 因为在王丽清的老家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同性之间不允许结婚。 因为呢,他们觉得同性属于同根,是同一个祖先,是一家人。 一家人如果结了婚,是会给家族招来祸似的。 所以呀,王丽清死活不愿意同意这桩婚事,认为呢,黄文娟就是个大骗子。 但黄恩元却爱极了黄文娟,所以呢,对此毫不在乎,忍不住宽慰母亲。 说,您那呀,都是老黄历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怎么还能这么封建迷信呢? 他比我大五岁也没啥,人不常说嘛,女大三抱金砖嘛。 文娟呢,是比我大了五岁,我就算是抱了一块半金砖,我在乎的是他这个人,所以这个婚我是决定了。 儿子可快三十了,能找到个老婆已经很不容易了,您难道忍心看着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吗? 然后啊,黄恩元非常固执的和黄文娟办理了结婚手续,成为了合法夫妻。 但令王立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黄文娟和儿子黄恩元结婚没多久,竟然呢,突然从外面抱回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原来啊,黄文娟在此前已经与一个名叫钟祥的男人结过一次婚了。 但因为婚后啊,黄文娟的脾气太差,钟祥啊,难以忍受,就主动和他协议离婚了,就连孩子也不要了。 黄文娟呢,因为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养活自己的手艺,所以在离婚后的日子啊,过得非常艰难。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就越发感觉捉襟见肘,所以呢,就又起了和别人结婚的心思。 但是啊,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黄文娟呢,在和黄恩元结婚后,就偷偷去医院带了环,做了结扎手术。 这就意味着,黄恩元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儿媳妇谎话连篇,让黄家断了根,让王丽清难以接受,所以呢,就无比愤怒地质问黄文娟,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早知道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进门。 面对凶狠的婆婆,黄文娟低垂着头,开始如气如素地讲述着自己的凄惨过往。 黄恩元心疼极了,忍不住将母亲王丽清拉到一边,低声宽慰道。 妈呀,文娟也是个不容易的女人,你不要对她这么苛责,她可是您的儿媳妇啊,咱们是一家人,您就发发善心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我会好好跟她聊聊,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而也正是这一次的容忍,让王丽清在之后的日子里逐渐养成了万事以和为贵的心态,也让黄文娟嗜宠而娇,在家里愈发的肆无忌惮。 一开始啊,黄文娟呢,只是脾气火爆,见不得丈夫黄恩元干事磨叽,也听不得她在家里啊,说自己一句不好,否则的话,马上就会摆出一副要打架的姿势。 黄恩元呢,生性老实芭蕉,好不容易讨了老婆,不愿意跟她一般见识,为了家庭和谐幸福呢,就默默忍受着妻子黄文娟的辱骂和折磨。 而黄文娟呢,除了在家里这样,在与街坊邻居相处时,也是一副尖酸刻薄的模样,只要有人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了她,黄文娟呢,马上就会插起腰开始泼妇骂街,什么你瞎呀,不长眼睛啊。 紧接着呢,就是一连串问候父母和祖宗的脏话,非常的难听,但大家呀,都是有礼貌有素质的人,不愿意呢,和一个女人紧紧的计较,所以只要看到黄文娟出来,就会主动的退避三舍绕着她走,眼神中的厌恶之色呀,不言而喻。 可黄文娟呢,却天真的以为邻居们是怕了她,经常没事找事,就是想体验一下骂人的快感。 黄文娟呢,有一个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端,在村里啊,结下了非常好的人缘,德高望重,颇受尊敬,但黄文娟呢,却看这个奶奶非常的不爽,有一次啊,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和奶奶大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黄文娟发现,说不过奶奶,竟然直接呢,从地上抄起一把椅子,就对着奶奶当头撒下。 等到黄家人听到动静赶来时啊,发现奶奶已经满脸鲜血的晕倒在地,黄安元吓坏了,急忙背起奶奶就向医院跑去,幸好抢救及时,才没有生命危险。 虽然血止住了,可奶奶额头上却缝了整整七针。 面对这样的结果,黄文娟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反而觉得不解气。 奶奶在家里养病期间呢,她不止一次跑到丈夫黄恩元的跟前抱怨。 这死老太婆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你们要这么对她? 我当时就是挥了一下椅子,根本没用力,她就倒在地上装病。 我看呢,这死老太婆就是为了博取同情。 恩元,你可是我丈夫,不能帮着外人欺负老婆呀。 说完呢,黄文娟又对着奶奶恶狠狠地说道, 死老太婆,我告诉你,你今天成功激怒我了, 如果你不在村子里给我放一路鞭炮认错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从此以后呢,我绝对不进你黄家的大门。 话音刚落,黄恩元愣住了,拳头钻紧,喘着愤怒的粗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黄文娟,似乎是第一次认识她这样。 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然后二人就大脸瞪小眼,气氛非常的僵硬。 最后或许是奶奶知道孙子娶老婆不容易, 也不想让家里鸡飞狗跳的,就双目含泪地点头同意了孙子媳妇的无礼要求。 几天后啊,村里突然想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音, 街坊邻居全部出来看热闹,以为是谁家娶亲了。 但没想到,一抬头却发现,黄家的老奶奶竟然颤颤巍巍的正在给黄文娟道歉, 台下顿时唏嘘一片,真是个疯婆娘,她怎么敢的呀? 黄家老奶奶平易近人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可以给一个小辈道歉? 黄家儿媳妇就好好捉拨,让一个老人给她鞠躬, 真是岂有此理也不怕折寿啊。 经过此事之后啊,黄文娟觉得自己在黄家的地位无上遵从, 作妖骂人的底气也就更足了。 2014年5月份的一天傍晚,黄家老奶奶正在厨房做饭, 因为上了年纪,天一黑啊,就看不清东西,所以就开了灯, 却不料啊,正好被黄文娟看到,当即就骂骂咧咧的走了进来, 死老太婆谁让你开灯的,灯不费电呢, 感情不是花你的钱的,你怎么不去死啊? 然后黄文娟就和黄家老奶奶又死打在了一起, 黄家老奶奶毕竟九十岁了,又怎么可能是年妇立强不讲理的孙媳妇的对手? 婆婆王丽卿听到动静感来,无奈的摇了摇头, 只好将儿子黄恩元喊来,搀扶着老奶奶回房间包扎伤口。 而王丽卿无奈摇头的动作,却被黄文娟看在眼里, 就认为呢,婆婆看不起她,天天在家里无事生非, 惹得全家人非常的恼火。 等到黄家老奶奶不幸病逝之后, 黄文娟呢,更是将自己的婆婆王丽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经常会因为日常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她大吵特吵, 儿子黄恩元呢,也隐隐有些后悔了, 觉得黄文娟呢,并不是自己的良配, 就主动和妻子商议,咱们两个性格不合, 要不然就离了吧,我配不上你, 你到时候再找个好的,放过我们家吧。 但每一次呢,都会被黄文娟狠狠的臭骂回去, 黄文娟呢,觉得丈夫黄恩元性格老实软弱, 根本不像是主动提出离婚的人, 所以呢,一定是婆婆王丽卿在背后搬弄是非。 所以黄文娟就对王丽卿的厌恶情绪逐渐升级, 二人只要一见面就免不了斗嘴吵架, 严重时啊,还会直接动起手来。 后来,黄文娟和儿子黄恩元受不了村里的流言蜚语, 就到广西贵平市打工, 没想到啊,黄文娟依然不愿意放过他们, 每天回家必须大吵一架,轻轻火气。 而且每到初一和十五, 黄文娟呢,还会在家里挂上婆婆王丽卿的牌位, 给他进香烧纸钱。 给死人进香烧纸钱, 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习惯,理所应当。 但给活人进香烧纸钱, 就有些犯忌讳了, 因为这无异于是在诅咒活人早死。 但王丽卿却并不以为意, 他想开了, 也不在乎儿媳妇的胡作非为, 只要他能和儿子好好过日子, 不再和他吵架摔东西, 就随他吧。 反正呢, 他都五十多岁了, 半截身子已入土了, 咒就咒吧。 王丽卿以近乎卑微的态度, 恳求儿媳妇善待自己, 但黄文娟呢, 非但没有任何的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2015年9月份的一天, 黄文娟在外面封构了, 就趾高气昂地返回家里, 还没进门, 骂骂咧咧的声音就突然传了进来。 婆婆实在难以忍受, 就反驳了他几句, 而正是这几句反驳的话, 却让黄文娟感到难以接受。 他没想到, 你来顺受的婆婆竟然敢跟他顶嘴了, 真是给他丢脸了。 所以呢, 在9月25号, 黄文娟趁婆婆王丽卿 在外干活没回家, 怒气冲冲地返回家, 将王丽卿的床单被褥和生活用品 全都扔到了大街上。 等王丽卿晚上下班回家, 却发现家里已经一片狼藉, 直到这时, 王丽卿才幡然醒悟。 原来自己这些年的退档, 竟然让黄文娟以为自己好欺负, 以至于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所以王丽卿当机立断, 就打电话报警, 面对公安同志威严的目光, 黄文娟这个张牙舞爪的假老虎, 才不得已收起了自己的嚣张气焰。 2015年10月13号, 9月初一, 正好呢, 王丽卿的两个女儿来家里看望她, 一进门, 就发现黄文娟又在家里给王丽卿浸箱烧纸, 这个时候, 王丽卿基本已经看清楚儿媳妇黄文娟欺软怕硬的本质, 就直接将香炉推倒, 将纸钱全部扔出门外, 彻底爆发, 将黄文娟骂了个狗血喷头。 然后呢, 大女儿和小女儿就找来一根麻绳, 压着黄文娟出了门, 将其五花大绑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 但即便黄文娟身体不能动他, 可却依然一副天老大, 帝老二,他老三的嚣张模样, 对着婆婆王丽卿破口大骂, 言语非常的难听。 这一下, 王丽卿心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了, 直接抓过小女儿递过来的一根粗壮树枝, 对着黄文娟的身体开始狠狠的抽打起来。 将近半个小时的抽打之后, 黄文娟骂骂咧的声音慢慢软了下来, 最后脑袋一歪, 失去了意识昏迷过去。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王丽卿, 急忙让女儿给黄文娟松绑, 然后紧急送到了附近的卫生所试料。 但卫生所的医疗设施不完善, 也没有任何先进的心肺复苏抢救设备, 所以王丽卿和两个女儿又将黄文娟送到了大医院抢救。 但为时已晚, 王丽卿没想到, 自己因为和儿媳吵架, 只是想教训一下她, 不料却直接要了她的命。 医生经过检查发现, 黄文娟的身上有非常明显的勒痕, 尤其是胸部的勒痕最为明显, 也是导致她缺氧窒息死亡的真正原因。 死者黄文娟疑似被人虐待致死, 医生觉得事情不同寻常, 就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公安接到报警电话赶到医院后, 王丽卿已经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离开了, 公安人员在对死者黄文娟进行详细的尸检之后, 也怀疑她生前受到了虐待, 就马上对她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背景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结果却发现, 这件事情背后另有隐情, 黄文娟是个喜怒无常的婆妇, 早在农村老家时就气死了丈夫的奶奶, 后来到了城里打工, 又经常因为一些日常小事和婆婆王丽卿爆发激烈的争吵, 那会不会是婆婆王丽卿和儿媳妇黄文娟吵架时, 将儿媳妇杀害的呢? 这一情况立即就引起了公安的高度怀疑, 毕竟死了人, 所以公安为了万无一失, 就将死者黄文娟的婆婆王丽卿和两个姑姐全部缉拿归案了。 但对于本案, 负责给王丽卿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表示, 王丽卿和两个女儿并非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杀人, 而造成黄文娟身亡呢只是一个意外, 不过呀, 他们的确存在了非法捆绑的行为, 王丽卿呢因此在2016年, 公安机关呢就以非法拘禁罪将王丽卿和两个女儿移交到法院, 提起了公诉, 分别啊被判处了三年到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案件呢至此尘埃落定, 但王丽卿的邻居们却纷纷感慨, 他是个好人呢, 为了家庭和睦, 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却乐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人死不能复生, 但黄文娟生前刁门任性, 欺软怕硬, 为了在家里享受可怜的优越感而不择手段, 做出了一系列大逆不道的行为, 这才是啊, 他最终死于非命的主要原因, 这个不是偶然, 而是种种原因累加下的必然结果, 2014年1月27日, 河北宝定顺平县警方接到报警, 寨子村的一名独居青年惨死家中, 案发现场的这个小院, 十分的偏僻, 独门独院, 院子大门呢, 开着一道缝, 里面的景象惨不忍睹, 死者身中树刀, 身下呢, 流淌着一大片已经干涸的血迹, 警方初步判断, 死者遇害的时间可能是在两天以前, 凶器呢, 为一把菜刀,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啊, 在寒冬腊月里, 死者居然只穿着秋衣秋裤, 光着脚躺在了院子里, 而且尸体周围呢, 并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 那么死者遇害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凶手又是如何行凶的呢? 死者名叫梁强, 遇害时只有30岁, 还没有成家, 警方沿着梁强带血的足迹进入了卧室, 卧室内的惨状令大家触目惊心, 根据卧室的情况判断, 此处应该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梁强的姐姐反应, 梁强十分能干, 经常外出打工, 1月24日下午5点左右才回的家, 这次出门, 他只干了十几天, 就赚了2200元钱, 因为临近过年, 所以老板发的工资全是现金, 掩饰结果显示, 梁强遇害的时间应该是1月25日凌晨3点到5点之间, 也就是说, 他刚刚回家不到12个小时, 就被人杀害了, 现场勘察时, 也没有发现这2200元现金, 此案极有可能是有人建材起义, 谋材害命, 负责现场调查的警员发现, 案发现场的门锁完好无损, 可是窗子却开着一条缝, 此时已经是冬天了, 外面天寒地冻, 窗户打开着着实令人感到可疑, 他们立即对这扇窗户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很快就在窗框上发现了两枚指纹, 而卧室外的窗台上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警方在卧室外的窗台上发现了不完整的不闻足迹, 在经过认真的勘察之后, 大家又在外屋地板上发现了一枚十分不明显的血洗, 因为死者遇害时是光着脚的, 所以这枚鞋印极有可能是凶手不小心留下的, 现场出现了两种足迹, 是否说明凶手有两个人呢? 正在大家感到疑惑的时候, 侦察人员在院子的院墙下又发现了更加清晰的邪印, 邪印上有十分明显的图案标志, 顺着邪印, 大家马上就发现了嫌疑人翻墙进院的痕迹, 警方勘察完现场准备离开时, 眼睛的警员在现场外围的路面上也发现了同样的邪印, 据回忆, 在警方勘察现场时, 这块地面占的全是围观村民, 大家立刻看到了一丝破案的希望, 凶手没跑远, 而且就在围观的村民之中, 警方初步判断, 犯罪嫌疑人是男性, 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 身高1米75左右, 穿42码的鞋, 围观勘察现场的男性村民一共有61人, 警方立即连夜对这61个村民逐一进行排查, 结果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有同样标志的鞋子, 带着心中的疑问, 大家又回到了案发现场进行复刊, 可是刚到现场门外便被门前地面上的鞋印吸引住了注意力, 这些鞋印十分的新鲜, 而且和案发现场发现的鞋印一模一样, 按理说现场安排有专人看护, 嫌疑人不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出现, 此时大家的心中开始产生怀疑, 这些鞋印会不会是警员不小心留下的呢? 警方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了检查, 结果果然发现了鞋子的主人, 负责看护现场的村干部, 这名村干部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警方迅速破案的希望瞬间落空, 正在大家好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村民找上门来, 向他们汇报了一个可疑的情况, 据这名村民反映, 1月27日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到棋牌室打麻将, 因为三缺一, 所以其中一个村民便给梁强打了电话, 这个村民打完电话之后告诉大家, 梁强呢吃完午饭就会过来, 可是等到下午两点, 大家也没有见到梁强的影子, 后来呀还听说梁强在当天凌晨时就已经遇害了, 打电话的这个村民呢名叫张大山, 他和一个已死之人顺利通了电话, 到底是想要掩饰什么还是真的撞鬼了呢? 大家一致认为呀, 这个张大山极有可能是想要掩饰梁强已经遇害的事实, 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张大山这个名字, 警方并不陌生, 梁强回村之后啊, 便一头钻进了棋牌室, 和他一起打麻将的人中啊, 正有此人, 他在当时接受警方调查时啊, 曾经告诉警方, 梁强在打麻将的过程中接过一个电话, 而且呢和电话对面的人发生了言语冲突, 当时这一说法呀, 也得到了在场几个牌友的证实, 此时张大山的嫌疑上升, 他的证词变得并不可信, 大家立刻调取了梁强的通话记录, 这一查之下, 案件居然又陷入了更大的谜团, 警方调取了梁强的通话记录后发现啊, 在他们打牌的时间段里, 根本就没有人打过电话给梁强, 当证据摆在张大山面前时, 张大山呢, 却仍然坚称自己的说法, 而且其他两个牌友呢, 也不肯承认自己做了伪证, 这三人到底是在集体说谎, 还是真的闹鬼了呢? 警方再三盘问另外两个牌友, 是怎么记得梁强曾经打过电话的? 二人左思右想后终于想起, 是张大山告诉他们的,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张大山的嫌疑陡然上升。 张大山呢, 在家中院子里开了一个小商店, 商店的门前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 结果发现1月25日的监控视频全是黑屏, 案发时间段监控设备发生故障, 警方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 可是张大山的身高和体态并不符合嫌疑人的特征, 而且他的指纹和嫌疑人的指纹也并不匹配。 对于张大山的种种反常举动, 警方呢, 却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联想到凶手可能有两名, 警方呢, 怀着一丝希望, 还是寻找别的线索。 很快, 村里一个叫刘刚的阳官, 进入了警方的视野之中, 梁强和刘刚二人的父辈之间呢, 存在生死之丑, 所以他们俩呢, 也没少发生过矛盾。 警方在梁强家勘查现场时, 有近百人未官, 可是刘刚呢, 却十分淡定的坐在远处, 举止十分的反常。 他每天早上放羊时啊, 都会经过梁强家的门口, 怎么可能没有看到死在门口的梁强呢? 警方不得不对刘刚产生了怀疑, 并且呢, 立即采集了他的指纹进行比对, 结果呀, 却彻底陷入了低谷, 刘刚的指纹依然无法比对成功, 线索全部中断, 警方开始反思, 是否侦查的方向出现了偏差, 凶手一开始的作案动机, 会不会就是为了夺财? 转变思路后的警方立即决定, 对知道梁强回村的87名村民, 全部进行了指纹比对, 并且对案发现场进行再一次的俯瞰, 结果果然发现了新的线索, 在院墙边的一块石头下, 压着一根烟头, 这根烟头被火速的宋王检验, 与此同时指纹比对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一个叫刘勇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十年24岁的刘勇, 各方面特征都和嫌疑人吻合, 平时以打零工为生, 经济条件一般没有犯罪前科, 为人老实本分, 村民们对他也是赞赏有加, 警方对指纹比对的结果产生了怀疑, 刘勇真的会是杀人凶手吗? 一切以证据说话, 眼头上的DNA比对与刘勇完全一致, 刘勇的作案嫌疑已经不容置疑, 证据确凿, 警方立即将刘勇逮捕归案,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心理攻势, 刘勇终于交代了自己杀害梁强的犯罪事实, 案情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可是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2014年1月24日下午, 刘勇呢在打麻将时将给孩子看病的300元钱全部输光了, 他垂头丧气的离开棋牌市时, 正好碰见打工回来的梁强, 因为知道梁强有本事, 挣钱多, 所以呢他便想着从梁强处弄点钱来应急, 当天晚上九点, 刘勇来到梁强家, 当时的梁强还在棋牌市里打牌, 因为家里大门没有上锁, 他便躲在了院中的暗处, 一边抽烟, 一边等待着梁强回来, 没曾想, 严刚抽了一半, 妻子呢便打电话推他回家, 他一着急便把烟头掐灭压在了石块下, 夜里三点, 刘勇想着自己输光的那300元钱, 又想到了梁强刚刚打工赚了钱回家, 顿时翻来覆去的再也睡不着觉了, 于是他心一横, 便拿着家里的菜刀再次出了门, 此时梁强家的院门已经上锁, 他便翻墙进入院内, 然后脱掉鞋子, 转窗入室, 趁着梁强熟睡, 趁机呢翻找钱财, 当他偷到钱, 想要开门出去的时候, 梁强突然被开门声惊醒, 为了脱身呢, 刘勇想也没想, 便挥起菜刀, 朝梁强的头上砍了下去, 梁强被砍后夺路而逃, 可是呢, 却因为被砍中要害, 流血过多倒在了门口, 刘勇呢, 则穿上鞋子, 走向倒地的梁强, 彻底的赶尽杀绝, 当警方问到, 有没有想过杀人要偿命时, 刘勇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 他表示啊, 当时呢并没有考虑这么多, 只是想着不要被妻子埋怨, 这起离奇的命案终于告破, 在证据的面前凶手无处遁形,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为什么总有人为了钱财铤而走险呢? 刘勇为了赌博, 将孩子看病的钱全部输光, 就算他这次偷钱得逞, 也必将走上不归之路, 可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 张大山为什么要说谎, 案发时间段他家的监控视频为什么会消失, 他的背后难道还有什么引擎吗?